现在的娱乐圈新二代不少,他们有钱有势,几乎不用太多努力,就能达到大多数明星一辈子都无法达到的高度。 而那些出身条件不好,自身条件也不好的,想要在娱乐圈成名几乎难上加难。 今天要讲的这个人,不仅没有王宝强那么好的运气,经历比王宝强还要悲惨,但是稍微有点成就后的所作所为却让无数人敬佩,他就是少林俗家弟子李其龙。 同样是草根出生的李其龙由于家庭贫苦,13岁时就辍学把上学的机会留给了妹妹,索性他得到少林寺第三时代主持素喜长老收留,司法号适得强,从而成为少林俗家弟子。 素喜长老对他很是看重,亲自传达武功,可是在这期间,李其龙贫寒的家中突然发生了意外,成绩优异的妹妹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,却因为没钱交学费,最终服毒自杀,父母也因此一病不起。 瞬间李其龙感觉整个天都崩塌了,为了支撑重病父母的医疗费,李其龙不得不离开少林寺到北京打工,当保安什么的只要能赚钱他都敢。 最多的时候曾经一人打四份工,最困难的时候为了换钱给母亲治病,他不惜几次跑去卖血,而说到李其龙的演艺之路却来自一个意外,偶然的机会他被朋友推荐给导演。 导演看他有一身真功夫又能吃苦,就让他从替身干起,然后慢慢的就开始跑起了龙套,李其龙出演的代表作品有《散打王》、《大骑英雄传》、《上林寺传奇》等,现在的李其龙不仅是个演员,还是电影动作导演。 为了救助那些因家庭困难无法求学的孩子,他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《奇龙励志学校》,只要是来上学的不仅不用交任何学杂费用,连最基本的吃住都全免费。 出身贫寒的李其龙一路走来磕磕碰碰,现在也算不上什么一线大明星,谈不上大红大紫,但是他却依然能够在自己稍微有点能力的时候不忘初心,选择帮助那些更有需要的孩子们。 这样的明星真的不多了,祝福他,希望他以后无论是事业还是生活都一帆风顺,越来越好。